欢迎来到赵旅盘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总跟大家聊日韩矛盾的问题 上期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 说韩国人恨日本是恨得咬牙切齿的 甚至不光恨日本人 连自己本民族的韩奸也恨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编撰了一本韩奸名录 把四千多个韩国国内的韩奸的名字列记 一一列到上面 哎呀有的人就说 哎呀至于吗 都过了七十多年了 那场战争日本也失败了 全球范围内都谴责讨伐他们 现在没有必要搞得这么严重 当年谁对谁错 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可是我跟大家讲 事情还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今天在韩国境内 还有着相当数量的人是亲日的 甚至对当年那场战争的定义 都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 今年七月份开始 日本对韩国发动了经济战 从经济上要卡韩国的脖子 给你原材料断供 结果就在今年七月份同时 韩国有六个大学教授 联合写了一本书上架了 书的名字叫反日种族主义 这本书一上架 卖的特别好 在过去两周 它已经荣登了 韩国畅销书榜的第一名 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 已经卖了十几万册之多 那么这本书是讲什么内容的呢 您听名字大概就能听出来 反日种族主义 这本书要阐述一个道理 就是说今天在韩国境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反日仇日恨日 这不是因为日本人不好 而是因为有很多人 曲解了当年日本对韩国的殖民史 有很多人总是在丑化 恶化日本 所以韩国人才仇日反日 这本书甚至说 今天在韩国 反日已经成了一种种族主义了 是一种应当被唾弃的主义 按照这本书作者的阐述 日本当年侵略韩国 吞并韩国 对韩国殖民那不是一种侵略行为 甚至这本书还说 韩国不是有这个慰安妇吗 韩国不是有这个被强征的劳工吗 最近日韩关系闹得这么僵 就是因为韩国法院 支持了韩国劳工对日本企业 提出赔偿的申请 结果这本书竟然讲 韩国的慰安妇也好 韩国的劳工也好 不是日本强征的 是他们自愿的 他还说韩国劳工当年 给日本企业打工啊 获得了很高的薪水 因为挣到钱了 所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根本没有什么强迫的 说强迫的都是在丑化日本 说实话 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 连日本人都不敢主张啊 但是就有的韩国人敢这么说 而且您看看 这本书的读者还非常多啊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已经有十几万本被卖出去了 甚至这本书 读者一看 这个书大卖 太好了 马上准备下个月 把它译成日本 在日本也出版 当大多数韩国人 都因为日本的经济战 拿起了这个抵制抗议的武器的时候 没想到韩国还有为数这么多的人 支持反日是一种种族主义 您就看到亲日派的力量 在韩国有多大了吧 甚至韩国国内 今天都有人提出建议 说应当通过律法 对持这种思想的人 加以制裁 您想 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今天在德国 如果有人还敢宣扬纳粹主义的话 德国政府已经有律法了 我直接可以给你抓起来判刑 甚至咱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 会不会有一个学者站出来说 哎呀 当年进到奥斯维新集中营的那些犹太人呢 他们是自愿的 他们不是被强迫的 甚至他们被党媒军用毒气杀死 那也是为了救赎他的灵魂 有人敢讲这种混账话吗 当然不敢了 谁要敢讲这种话 那不但我们要用托墨星子把它淹死 德国也有相应的法律 要制裁它审判它 可是今天在韩国 就有大把的人敢站出来说 韩国劳工 韩国为安妇是自愿的 日本对韩国不是一种侵略 这样的想法不但有 还写成了书 还有十几万人要去买 要去败读 今天在韩国 亲日派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 而在韩国竟然没有一部法律 能够制裁他们 所以对于韩国来讲 尤其是对于韩国那些坚定的反日派来讲 这场日韩矛盾 是一个腐背受敌的状态 他们要对付的 不只是国外的敌人 还有国内的敌人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